这些可能跟我们男嘉宾 曾经的那段感情经历 也是分不开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情感短片 我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 我跟老伴将近过了四十年 我们很平凡很幸福 平时您家都谁管钱 平时管钱 就是俺俩 就是他管着他过钱 咋说他管钱呢 我也没啥可换的 一天不就上下班 就说他进去 你家买这么七个东西 买下啥就他去 去年四月份 老伴因为脑血栓去世了 病了两年半 一天假如上喂饭 人家乡面锁 他家乡在他康上 你不能动 半生起不来 人家有点就得人胃 人家三娘都是我吃 都已经过来 老伴走了一年多 我渐渐也走出了悲伤 我现在想找一个 真心过日的女人 走完后半生 您现在有没有从 老伴去世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有了 已经走出来了 有了 不走出来也不能叫老伴 那您以前 跟老伴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是啥都听他的吗 是 谁在家说了算 他在家 他说了算 我一天私事不管 就上班 你就管事呗 我看您短片里说 这工资卡都教老伴管 那个工资卡 这个放在家里 用钱就拿出来就取吧 也不是谁唬谁 也不是谁怕谁 你要想幸福 就有幸福的规章 有幸福的法律 现在时候也没啥积蓄的 头一天 就给我给了家人 看病了 看了二年病 从那闹病一直到死 看病 一分钱没在下 以后要是 有的 有老伴了的话 这钱还交给老伴吗 要老伴都是看完 看时间长了 做好了也可以 再次可不能 要过好的话 能 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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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全脚 全脚 全脚都得了 必须把钱都花了 就消掉了 不得海淀呢 其实在我们 其他地方不知道 但是叔叔 他所在那个地方 叔叔也跟我私下说了 说彩礼都是非常大的树 有的时候 他也是变相地 把这个防贷 也是沿对方要求的 这样的一种彩礼 所以就是没办法 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彩礼 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契约了 是吧 没办法 就是关联到他婚姻了 儿子的婚姻 彩礼是 农村结婚不都要彩礼吗 农村结婚要彩礼 你家当时是怎么承诺给对方的 没啊 要彩礼就给彩礼了 要多钱 要十万 买两斤 然后房子 房子 先买的楼嘛 先买的楼 天债好像是没有彩礼 就是两家二都是独生子女的 钱就往后就是臭外力的 就相当于是因为这个楼 你没有办法直接全款付 所以说贷款归你们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我的天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摆摆手指的啊 这个娶个媳妇 必须对方男方出房子 楼房还是沈阳的楼房 然后十万的礼金 还有身上带的金银首饰 还有日后这个孙子的开销 那那小年轻的承担的是什么呢 这老人六十多岁了 要承担这么多东西 对呀 应该是陋戏 我应该是陋戏 男的说是陋戏 你的说是一种习主 站在不同的观点 你历程